小院内布满各色鲜花 一只小猫在院子中悠闲的觅食 院子中央松树下的长桌上 摆放着主人手工制成的装饰品 桌边坐着闲聊的游客 院内14间客房干净整洁 这是新疆阿勒泰布尔金县 卡纳斯路一处名为四合园的民宿 老板是一位郑州姑娘 她叫徐清竹 她放弃深圳曾经月入万元的收入 来到布尔金 不曾想这座叫布尔金的城 留住了她的脚步 2017年的时候 我从深圳过来这边旅游 来旅游了之后 就觉得这儿太漂亮了 回去想了很多 觉得这儿就是我想要的 想要生活的地方 徐清竹回忆 在深圳工作生活的时间里 每天都是一种非常忙碌的状态 自己像被一种无形的压力 一直追着往前走 来到布尔金旅游后发现 这里就是她想要生活的地方 用徐清竹自己的话说 布尔金是一座童话编程 开门见山 出户见水 走在宽宽的马路上 鼻子一闻 闻到的就是清新的味道 这座美丽的小城 有着自己独特的慢节奏生活 这里成了徐清竹 创业 生活的理想之地 回到深圳后 徐清竹感到繁华都市的生活 有一种无形压力 那一刻她决定辞去工作 来布尔金生活 2017年11月 徐清竹再次来到布尔金 开始了她的创业之路 在布尔金 喀纳斯路 开了一家民宿 想前想后也没什么好做的 自己好像也不太会做什么 想着宾馆比较简单吧 应该是 自己当老板 然后躺在摇椅上 喝着咖啡 数着钱 然后找个保安 找个服务员 从此以后开始 当老板的生活 然后开始去卖生活 羊羊花 喂喂猫 来了之后发现 我就是保安 我就是服务员 然后我是收银员 我是接待 包括是维修工 我是所有事情要做的人 但是呢 钱挣得还不顾旧房租 还不顾装修用 没有想到现实 与想象差别那么大 创业初期的挫败 并没有动摇徐清竹的决心 他通过上网查资料了解到 布尔金是知名的旅游城市 每年接待的游客 近600万人次 城内大小宾馆众多 但是缺少独具特色的民宿 就这样 2017年冬季 他开始将客房进行特色装修 为了节约成本 他自己动手来进行装修 粉刷墙壁 安装灯具 改造水管等 都是一个人完成 当时穿着羽绒服还特别的冷 手都冻得红肿着 然后手全部都裂的 但是每天要打磨 几个房间全部一天一个房间的打磨 然后完了之后刷乳胶漆 配颜色 边做一些事情 边想着要该怎么做 经过近两个月的时间 最终打造出了玫瑰花房 美式复古房 民族特色房等 14间各具特色的房间 如今院子中种满各色鲜花 设置公共休闲区域 原本只会敲键盘的白领姑娘 现在修马桶 用电钻 刷乳胶漆 都信手拈来 渐渐的 这座叫四合园的民宿 变成了徐清竹梦想中的样子 布尔金旅游记的到来 游客络绎不绝 徐清竹的四合园民宿 也迎来了高峰 旅游记期间 客房天天爆满 游客订房需要提前一天 而这里来的 大都是回头客 也有不少游客 是冲着网友的好评 前来一探究竟 问起民宿 为什么游客好评如潮时 徐清竹只说 我只是把客人当成家人对待 希望他们在这里住的安心 玩的开心 这个地方可能能体会到 别的酒店体会不到的感觉 而不是说是 那个设施上有多好 所以这主要 这方面的层面 主要是来自于 我们的努力付出 而不是这个 因为来了以后发现 哇这个房间好高级啊 是因为这个原因 给你打的高分 而我们的所有的是 用我们自己的软性的 这种付出 来的高分 所以这个 引发我们的成就感是更强 来自北京的游客 于庆军 是第一次来布尔金旅游 行程到布尔金的第一天 他入住了四合园 第三天回来时 他依然选择在四合园入住 我选择就是因为 就是在网上看到 就是好评比较高 我觉得能找到 这么一个温馨的 住的地方 肯定对布尔金的印象 也会觉得很好 就是以后肯定也会 推荐朋友来这儿了 如今四合园里 每天迎来送往 来自各地的游客 而徐清竹 则和大家坐在树下 聊着新疆旅游攻略 谈天说地 布尔金这座小小的四合园 成了游客们心中的家 可继继统殆灵的一种家 放线 有 sax 二位 也有去 夜之间 命呀 Thinking